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 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清扬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814集 夏小兰买的是周六一大早的票 她本来想周五晚上就走 下午的课表满满的 还有一些作业 考上大学就解放了 做梦还差不多 换日子的人能轻松点 要想好好学 知识又无止境 大学绝对能比高中更累 夏小兰屋里的台灯亮到凌晨一点 刘芬和于奶奶都轻手轻脚的 没惊动她 她写完了 也轻手轻脚的 怕吵醒他们 可站起来一动 就听见她妈妈在窗子外面问她 写完没有 说给夏小兰煮了碗荷包蛋 让她吃完再睡 糖心荷包蛋 少糖 还放了点牢骚 是夏小兰的口味 她完全没办法拒绝的好意 打开门 妈 您怎么还没睡啊 刘芬笑了笑没说话 夏小兰再聪明 她也不会懂母亲的心思 孩子再大 当妈的也不会放心啊 担心孩子睡不好 吃不饱 夏小兰熬夜做作业 刘芬怎么可能自顾自的呼呼大睡呢 夏小兰也觉得肚子饿 年轻人的身体 新陈代谢快 晚上加餐 会不会发胖 那得是几年后考虑的事 她三两下就把荷包蛋 连汤带水都吃完了 本想说一下马所长的事 刘芬把碗收了 让夏小兰赶紧睡觉去 明早还要去赶火车 本博是很辛苦 夏小兰开学后 就没有一个周末是休息过的 现在又要坐火车去看周成 刘芬心疼闺女累 但周成那边工作特殊 单位的纪律为重 两个人中间总得有人多付出点 周成本人性格好 刘芬早就认可了 周成爸妈不难相处 刘芬上次见过 光惠娥还总介绍朋友来店里买衣服 刘芬有时候在 有时候不在 倒不是西汉 光惠娥带来的客源 能多赚多少钱 刘芬是西汉周家人 开明讲道理 光惠娥没嫌弃她和小兰 做个体户 要不他们在京城开了店 光惠娥恨不得假装不认识 哪会主动带人来 能遇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 不容易 更难得的是 南方的家庭好相处 刘芬本人对这点感触太深了 周成除了不能实时陪着小兰 从哪里看都挑不出半点毛病 俩孩子现在见面困难点 以后结婚就好了 刘芬还挺能安慰自己的 她也不想想 就算是结婚 夏小兰和周成 谁去迁就谁 也是个大问题啊 夏小兰手下拉着箱子 背上背着包赶火车 康伟一早来送她到车站 箱子和包都石沉沉的 箱子里全是吃的 包里装的是给周成买的生活用品 单位会发制服 可毛巾牙膏之类的 要自己准备 包括内裤和袜子之类的 个人用品 可怜夏小兰前后两辈子 从来没替男人买过内裤 她发现自己也会脸烫 扫子 路上小心点啊 康伟帮忙把东西提上火车 京城到济北省不远 火车会直达石家庄 火车哐当哐当的一路响 并不影响夏小兰睡觉 她还真没委屈自己 能买卧铺 绝不买硬座 现在条件好了 不需要省那么点钱 昨晚本来就睡得晚 夏小兰需要补补觉 春天坐火车是最舒服的 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还会有各种汗味 春天把窗户打开 风吹到脸上是舒爽 四月中旬 京城到济北这一路上 又满是春意 绿意重新覆盖大地 没有满眼的枯黄 连心情都会变好 夏小兰睡了俩小时 爬起来看车窗外的风景 大早上的心情好 到了石家庄要转车 也没那么糟糕了 等拖着行李到了学院门口 当值的不是夏小兰曾见过的港少 她说自己找周成 港少让她等等 夏小兰松了口气 她又怕遇到上次那种情况 石凯的牺牲 不仅刺激的是周成 夏小兰都有点风声鹤唳 就怕周成又去执行 什么秘密任务 异地并不是最难的 难的是伤亡的阴影 会笼罩在头顶 特别是两个人 没办法联系的时候 夏小兰也忍不住胡思乱想 等周成出来 好胳膊好腿的 夏小兰提着的心放下来 周成 周成看着她也高兴 帮她把背包和箱子 都接过去 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 累不累啊 肯定一大早就坐上火车了 才能这么早到 周成也理解夏小兰的意思 周六早点来 晚上在济北省住一夜 周末再回京城 两人相处的时间要长一点 学员的家属来探视 不能住学院里 但学校外面有招待所 这些倒不用夏小兰操心 夏小兰本来心里还生气 给十家人找房子的事 周成绕过她 找康伟去安排 但见了周成的面 她的火气就没顾上 见一次面不容易啊 哪里舍得吵架啊 周成在学校 可没有单人宿舍 她是营长 别人也不差呀 大伙都是来进修的 没有人搞特殊化 她住的是四人间 知道周成对象要来 其他三个室友都很体贴 和夏小兰打了招呼 就把宿舍给让出来了 不能在寝室待 大家就打球去呗 一路走 一路都在说 周成她对象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嗨 别羡慕 人家周成长得就帅 还有前途 要没有石凯的事 要没有石凯的事 上回出去的学员 个个都立功了呢 现在也立功 学院这边没提起怎么表彰 肯定是有影响的 该是谁的功劳 早晚都跑不掉 替周成操什么心呀 人家年纪轻轻的 就有这样的级别 进修两年回去 说不定还要往上提 啥叫人中龙凤呢 就是找个对象 都长得格外漂亮 周成他对象 得比江颜还好看吧 你替我干啥 不仅被踢了 眼角还在抽搐 僵硬地转头 几个穿制服的女学员 就站在身后 陆院是不招女兵的 过年后 空降了一个什么通讯班 全是女学员 就他们这工作干了三年 母猪都能赛貂蝉 冷不妨来了一群女学员 大部分人心里都躁动 不能和女学员凑一堆训练 可学院就这么大 总有碰见的时候 不到一个月 通讯班的女学员 已经被私下人 停出了三六九等 江颜 是全学院的女神 妥妥地制服绿花 现在就站在三人面前 背后议论江颜 被当场抓住 真是尴尬极了 字幕志愿者 杨颜